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音乐传奇 歌坛偶像致敬 广乡海实力歌手王月鑫 演艺传奇 他们准备好了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歌坛传奇偶像 他出道已经34年了 他的粉丝年龄跨度之大 看应那句老话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今晚将有很多家庭 一家三代欢聚一堂 在本节目在这位歌坛传奇偶像的歌声当中 重温美好回忆 重新体验亲情 友情 爱情 因为他是肺育青 点击前的朋友们晚安 现场的观众晚安 主持人您好 晚安 大家可以回家睡觉了 您好 听说今天这期节目请来的是您 我太太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说现在咱们孩子都快到青春期了 他还那么年轻 你问问他人家怎么保养的 这助言有数 观众朋友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谢谢 他皮肤真好 牙齿也真好 而且我看到上歌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 嘴角没有办法是塌下来的 因为你会觉得他好开心的在台上 一直这样 开心的在这个自己喜欢的工作里面 这就得到了非常 怎么说 最好的保养 而后呢 再加上这个工作里面有音乐 当然也有一些压力 比如说主持节目的收视率 您还说主持节目 我知道您大哥张飞大哥 是台湾最有名的主持人 您也主持过节目 最近他下岗了 下岗了 也是刚刚讲的 收视率的压力 我觉得张飞大哥 我刚才本来想建议 可以来我们内地来发展一下 那么好的这个主持人 那么有经验 但后来一想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留长发 续大胡子 还要戴墨镜 那就是半人半瘦 张飞大哥 这有一个传奇 您这也有一个传奇 我还想问一下 那我们费兴大哥 几十年一贯制 就一身西服领带 弄得跟主持人 而且他这个主持人 还不是一般主持人 是新闻联播的播报员 那种感觉 新闻联播 我还都比他花 名字还是四彩千亿 他三十多年就这一身 当我踏出歌坛就发现 我这个脸长得 也不是很流线系 不是这种很时髦的 干脆就中规中矩 加上我的歌路 又比较偏抒情一点 就这么清清淡淡的 达到了礼貌 跟这个礼服的这个效用 所以我的衣服 外面也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通通要量身定做 哪里该缩一点 哪里该稍微钉得挺一点 钉得挺一点 等等等等 这算了也是另外一种讲究 不是咱买不起服装 是另外一种讲究 谢谢 我们接下来掌声 有请辉心大哥 上我们今晚的名曲建商戏 谢谢 坐在飞大哥周围 那些这个女性观众 各个年龄段的 各个年龄段的女性观众 注意啊 注意你们的素质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往期节目一样 首先要介绍我们今天 费玉清经典老歌评定团 现场的五百位成员 掌声献给你们自己 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节目的规则了 就是我们现 现场有七位 新生代年轻歌手 将轮番演绎 飞玉清大哥的歌 但是呢 上一期 李古一老师的专场 六组男生演绎之后 王月新 力错群雄 获得了那一场的演艺冠军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他再次来参加这一场歌声传奇 向传奇致敬的演绎 那么给他一个特权作为上场冠军 他今天不参与抽签出场的这个过程 由他自己决定在什么时间出场 他可以随时说我要上来 我就在曹岳明后面啊 曹岳明后面 对啊我就在后面抽签 如果曹岳明先生是第六名呢 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 给他这样一个特权 可以吗 那么接下来我就抽出今天的第一位 经典老歌的演绎者 第一轮摸球的话会摸到牛 应该不会吧 我就偏偏选第一个 开门红啊 开门红 不便 不便 哎 王远欣 怎么样 来第一个吧 真的假的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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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在争取你的第一点 你要不要第一个唱 要不要第一个唱 王远欣 王远欣不要第一个唱 他很帅 他很帅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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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们 他不是他们 他很帅 他们都很帅 尤其 他们 八零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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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抽的时候还以为真的觉得不会这么的顺应呢 怎么 因为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他很帅 他很帅 然后我们就二趟 他们都很帅 八零九零 八零九零 大听队跟我们说以前是你们最在乎的一首歌 所以我们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以来 第一个唱这首歌《希望》多多话 真情像草原辽阔 真情像梅花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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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了 冰雪不能淹没 春暮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 走向你和我 雪花飘飘 飞风翔翔 春暮在最冷 枝头绽放 春暮在最冷 枝头绽放 春天 飘笑ией développ 爱我所爱 无言无非 自己 自己 长流 长流 心弦 自己 长流 心弦 自己 长流 心弦 这是一位很能唱的歌手 出道于一个很著名的选秀节目 一个唱歌节目 近期关于他的新闻很多 由黄建祥扮演的歌唱节目主持人黄建祥 问一个八卦问题 你最近是不是真的整容了呢 有请纪敏佳 你可以帮我剃一下吗 可以啊 不可以了 因为我还不熟你知道吗 我的歌不熟 我必须得到后面 约欣的歌词还在这里 好棒好棒 你觉得 你就是我们里面最喜欢他的 我是你们里面最喜欢他的 你就直接表白吗 这么直接的机会 费余青我喜欢你 对 就这么讲 我还有我爸我妈喜欢费余青 已经很多年了 我经常会听他的歌 特别是这首天涯歌迷 天涯呀 然后很求索 虽然是说 在编曲里面多了一些爵士的感觉 但是在舞美方面 我觉得咱们还是下了很多功夫 比如说百乐门 大夜上海的感觉 没想到今天会在这个机会 也能够唱给他听 因为我觉得女生里面有邓丽君 男生里面就是费余青 你看多压余 邓丽君费余青 有请纪敏佳 天涯呀 海角 明阳啊 明志 小妹妹唱歌 浪透去 浪漾他们两世一条好心 浪漾他们两世一条好心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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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呀 雷著 記憶 笑 妹妹 伏仙 湯似真 藍芽 穿在一起 狐狸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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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在一起 狐狸的粉 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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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基敏佳 你看这个飞行人开了 哇 我们配音啊 哇 请金敏佳到这边来好吗 这个确实啊 比这个前两年瘦了很多 漂亮了很多啊 所以难怪大家怀疑 是不是整容了 到哪整的 澄清一下整容传言 或者干脆告诉我们去哪整的 也是个好办法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就告诉大家 就是谢谢大家的关注 其实没有整容 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现在已经过了六年 大家的记忆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六年之中 今天唱歌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一句话 就是飞行老师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 刚才听你唱歌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歌 可以变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完美无缺 谢谢 真的太好了 谢谢 费忆清老师看来是 随时被 记忆家的歌声打动了 但实际上刚才说这三话呢 有点违规 因为他先给了你一个完美的评价 这样影响我们现场评定团的投票选择嘛 要让他们先投票 您再评价 记住啊 再参规就黄牌了 原谅人次 没关系的 我们知道您发自内心的喜欢每一个年轻的歌手 对音乐的这种传承 还有他们的努力 说了说了 我还真想下台 这样我们先有请8090和金敏佳上名曲评定期 好 现场的500位 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接下来是你们今晚第一次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我要特别郑重地宣布 今天一共有7组歌手演绎菲御清老师的经典歌曲 最后获胜的那一位 他将有幸在今晚和菲御清老师一起合唱一首歌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 这简直就是一份大奖 各位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你们是喜欢8090刚才演绎的那首歌 那么请按蓝色键 你们是喜欢刚才纪敏佳演绎的那首天涯歌女的话 请按红色键 请选择 我觉得纪敏佳也有可能会胜 我其实本来还蛮期待纪敏佳的表演 因为他唱的那首歌就是有那个 上海摊的感觉 就是希望他有点那个文艺的感觉 就想要他跳一些 你觉得现在这个劲还不够 对 我觉得遗憾 我超想看 刚才有在平时吧 我发现你的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歌词的关注度胜于对这个场上 歌词加选拟 就所有人的压力太 看到了 你认为谁会在第一轮上 应该紧张 大家选择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请在台上的两组歌手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来 分享一下菲御兴老师现场传授被誉为 菲氏唱腔的九弯十八拐 有请菲御兴老师再次登台 我刚才听你们三位年轻人 到最后还有一点R&B 让我来一个非常surprise 谢谢你们这个把这个歌给我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是 那么还有你的歌 天涯歌女 哇 加上那么多的这种 这种通通在包围在你四周 都是很新颖的感觉 包括我们的乐团 这时候大家熟悉到 非常熟悉的歌 带来这样种的风貌 还有你刚才舞群跟你稍微扭摆一下 尤其一架起来 哎呀 那个深情如意的感觉 现场的朋友左右都听着说 哎呦 美得嘞 好美啊 轻飘飘的 反正听着你唱 觉得我觉得 我们以前的弄唱法有点石骨不化 来给我一个key试试看 我觉得艺术是有时代生命力的 天涯呀海角 天涯呀海角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 啊 员 试音方面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没呢 不敢当 好 好 我们掌声 我们请惠心大跟人当过 好 真的 我们 anh 现在 我们五百位现场评定团的成员 他们选择的是谁呢 请揭晓 我自己觉得我淋漓轻直了 我发挥出来了 那么突然会有一种 又回到了比赛的感觉 不应该是这样的紧张 我们是职业歌手 祝和新品家 谢谢8090 唱的时候有点小紧张 加上今天这个服装 有点问题 因为我很少穿这样的服装唱歌 而且要找回当时 大叶上海的 百乐门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将抽出 今天的第三位现场演艺者 他会是谁呢 不能死我 不能死我 在这个第二现场 经常自己认为自己要上的那个人 一定会上 真的假的 这位歌手是第一次来歌声传奇这个节目 他的名字是三个字的 他的名字是三个字的 王远欣 在我 说出这个名字之前 你还有机会可以随时抢上来 王远欣的背歌词呢 有请 162 茅芳元 你看 哇 哈哈哈哈 好铁面子 周往呀 周往哎 就是我唱完 应该是你 嗯 哎 哎 加油了 好紧张的嘛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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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bli成元这首歌是 8月贵ader香的主题歌 是篓文大哥演唱的 但是ural歌 第一次来是听小哥演唱的这首歌 我在练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忧怨的感觉 其实小歌是一个很好的模板 当然不会去模板 还在唱唱 我会按照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忧伤唱出面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悠悠一缕香 飘在深深旧梦中 繁华不尽 一声憔悴在空里 回头是无情也无云 明月笑某 孤独无人送情中 只有灰花香蓝漂泊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拍拍手 好 最后一段要唱的小歌也好 刚才是我记得的感觉 今天就播出去模仿一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回到私底了 好 回到私底了 人随风过 自在花开花幽默 不管世界沧桑如何 一尘风蜀 只看似头沉默 只有回花香 花香 花香啊 飘过 谢谢 看怎么看完下就脱里面的意境了 可以设计的情节啊 本来也算一种拉票我觉得 谢谢某方元 请上评定席 我们首先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名曲评定团 用你们手中的投票器来选择 您是更喜欢刚才某方元的这首《陈缘》 还是依然在怀念刚才纪敏佳的那首《天涯歌女》 现场的500位评定团 想好了吗 请选择 他如果说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 接下来要上来跟他对决的这个人的话 压力我认为 可能就有点大了 好 同您 对 谢谢 好 大家已经选择 老方元刚才唱歌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在自己的声音和这个小歌之间的声音 两个切换了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小歌的感觉 模仿的非常像 还行嘛 就是平时自己唱歌是这样唱的嘛 平时唱歌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今天谁能够笑到最后 谁就有机会和他合唱一曲完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 怎么样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拜托了 我就是投完了 我就是已经投完了 好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投完了也应该 就是碰到小基老师还是有点紧张了 你觉得他刚才那首天涯歌女唱的 天涯歌女是我女生里面看到唱过的算是最厉害 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平时不是唱这类式的 都是唱的那比较豪迈一点的 豪迈 好 那么我们现场的500位名曲评定团 你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请揭晓 肯定是那个金米佳赢的 蓝色 是金米佳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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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观众吃这口 好了 走到五障去吃了 原来观众他是任何这种表现方式 所以自己投入在自己的状态下比较可 祝贺茅芳员 谢谢金子佳 他体上坏了 你看他可能 观众朋友可能 看到仔细 看到仔细点的话 我在唱完的时候 我抖 抖两抖 你知道吗 好 欢迎回到由银路食品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银路歌声传奇 本节目每周五晚9点15分 在山东卫视准时播出 这个节目 带您一起演绎经典老歌 共同回忆往昔岁月 我觉得王月欣 这招这个安排 他很抢镜 不管谁出来 不管是抽到哪一位 他都要先念一下他的名字 这个插播广告插得太 太便宜了 太抢戏了 不来了是吧 王月欣 又插播一次 会是谁呢 曹选斌 这位歌手 在我们的节目 前面的某期节目 已经有过优异的表现 我相信很多看过节目的观众 对他的表现 是有非常难忘的印象的 他就是唐宁 曹选斌 曹选斌 曹选斌死了 曹选斌要上次唱赛水一方 临走之前就是说 还有什么话留给我 临走之前 我哭得有点大的 然后我刚才后面别俩别生 然后吸了一口气 别人直接掉了 因为上一期的节目 然后就是比较 比较自我一点的感觉 然后比较像我一点 但是今天你看 从装束 整个感觉上面 然后想突破一下 我今天也不会弹琴 就是很表演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还有伴舞啊什么的 在水一方 就是这首歌比较平 我希望通过我的演绎呢 把这首歌做出来一些层次 比如说前面 你是一个舒缓 后面呢 你应该有个高亢的一个地方 停 我到现在我还抓不住那个吊子 到时候 啪一停以后 然后我直接 在台上我说 对不起 再来一下 我忘了听了 特别听 傲宣斌 我忘了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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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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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留而上 找寻她的方向 却牵起方向 她在水底中 Zither Harp 我愿你两万上 依偎在她身旁 我愿顺留而上 走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留而上 找寻她的方向 却牵起方向 她在水底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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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曹玄斌和毛芳源上名曲评定期 现场的500位评定团成员 你们是更喜欢刚才毛芳源演艺的那首《陈源》 还是更喜欢曹玄斌刚刚唱完的那首《在水一方》 选择《陈源》请按蓝色键 喜欢曹玄斌刚刚演艺完的《在水一方》 请按红色键 各位请选择 那个翔哥 刚才那个《纪米佳》唱完的时候 我就跟曹大哥预测 下一个肯定是我 我唱完的下面肯定是你 那你可以买彩票去 然后呢结果都猜中了 我觉得如果是曹玄斌在我后面 那站在上面的肯定不是我 对 就是留下的不是你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小毛刚才唱的确实很好 对 不知道这次大家做出的这个抉择会是怎么样的 哦 这个时候呢 我注意到啊 我们现场观众500位评定团成员当中 有一位观众在刚才看曹玄斌演唱的时候是特别的投入 来我们听听他对两位的演艺有怎样的评定 来 两位我都支持 两位您都支持 对 为什么 他们都唱的好 您告诉我您刚才呢蓝色键还是红色键 我都按 那完了 道具记得啊 待会儿找阿姨要这个赔偿啊 按坏了一个啊 哎呀 我妈是个不实在的人 我妈呢 其实小声我唱的好 但是呢 她话一说呢 观众呢 又觉得说 哎 这妈也当的有点太自私了 完了呢 就还是把票带给小毛逃过去 对 我就想起了赵本山那个小品 连妈都搬出来了 这啥意思 这个儿子今天没有弹着一架白色钢琴出来 那种帅 那种酷啊 而是这样唱的 就被美女环绕 您觉得哪种状态下的儿子更帅 今天更帅 哎 小毛下次咱也带着妈来啊 好头巧啊 妈妈在这里的话 那大家肯定头好 好 现场的500位名曲平行团成员 你们的选择到底会是谁 会是曹宣斌还是毛芳元呢 请揭晓 他们两个还是有可能的 曹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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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曹宣斌 每个人来掌声 再次谢谢毛芳元 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天第五个出场 演绎飞语清经典老歌的年轻歌手了 哎 王月鑫 我听说你已经紧张的跑到厕所当厕所歌手去了 来不来 曹宣斌刚才呼声很高 你敢上来跟他PK吗 别等到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唱的 你认为好像有点机会的人 你再上来跟人家PK 有本事上来跟唱的 目前呼声最高的一个人来PK 敢不敢 我不能带他带久了 是啊 上吧 因为刚才背了一阵子 差不多记得一点 确定啊 去啦 先去 真的啦 走个手 加油加油 王月鑫决定出场 寂寞 好多人跟我说 跟我说就是说啊 我的声音有点像费老师的声音 我先紧张死了 加油 对飞语清的印象 肯定是之前是甚至他的声音 非常的美 悠悠的 轻轻的 我送你 爱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暗 也轻小 其实我唱的这首歌 因为太经典 而且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 我跟约定老师商量说 就是不要 就是不建议说 做太大的改动 我觉得不太好 选的会有些 我跟约定老师们说 对啊 是不建议的 我跟约定老师们说 忘不了你的錯 忘不了你的好 忘不了宇宙的散步 也忘不了那錯的擁抱 忘不了忘不了 忘不了你的淚 忘不了你的傷 忘不了你的嘲笑 忘不了你的煩惱 寂寞的長相 而清晰之長 那夢與鞦韆 而清晰不清洋 他重複你的定命 一生生生 一生生 崩溜 那天是我的終去 一生生 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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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雨期 忘不了 安一老 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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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信 的苦难 还是不错 至少没有出错 没出错 其实王远欣 他这首歌对他有点老沉 太低了 可以不对 应该有定调 应该再高一些 哎呀 我放眼望去看到我们的 这个五百位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一个个眉头紧锁 又在苦思冥想 接下来接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是吧 我还是跟刚才一样 趁着余音未了 赶快先投票 您是更喜欢 刚才王远欣演绎的这首 《不了情》 那么请按蓝色键 如果您是更喜欢 曹玄斌刚才演的那首 《在水一方》 请按红色键 看清楚颜色 手别哆嗦 千万不能像 曹玄斌的妈妈那样 把红蓝两个一起按 各位 请选择 费玄斌大哥 如果是让您选 刚才他们两个当中 您选谁 我总是会要难为一下 我们的传奇 是是 真的也相当的难 因为两个都唱得可圈可点 因为每个歌曲的这个 他的情绪表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难拿来评分说 到底谁好 这么多的评审员在 我觉得他们唱的 都是已经是无懈可及了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好 宣斌 觉得月鑫刚才唱的怎样 还行 你比你妈十分 这个歌对于我来说 可能没那么难 因为其实 我那个年代 听这个歌很正常 那月鑫呢 就是可能听忘不了这首歌 没有我那么熟 月鑫啊 你在下面听到了 宣斌那首《在水一方》了吗 听到了 他总是那种 那种劲儿的是吧 特别投入那种劲儿 非常非常棒 我们都疯了 后面几个歌手真的 就后场大家都疯 唱太好了 然后疯了之后 你就第一个跳上来跟他PK了是吧 因为我怕我在这待久了 就记不住了 因为我刚背了背背 觉得记得 好 可以了唱 就太紧张反而不好 对对对对对 我所有想的就是 要怎么样把这首歌唱好 不要唱 就乱唱 不管在这几个唱 对对对不管那么多就唱好唱完整都行 能完成都行 所以 哎呀 这种勇气大家还是很欣赏的 那么我们现场的500位评定团成员 他们到底选择的是谁 这两位自己恐怕都听不清到底喊谁的声音更响一些 但是女孩子的声音比较高我是听出来了啊 好 那么500位现场评定团他们的选择到底是谁 请揭晓 好 那么500位现场评定团他们的选择到底是谁 请揭晓 其实从出场社区来讲的话 王又欣在这个位置出的话特别沾光 这个位置大家对之前歌手唱的这个歌的话 已经消化了和遗忘的差太多了 不幸运人 我愿你两万桑 我愿你一两万桑 一会在她身旁 我愿你两万桑 一秋千 而情一风起雨 大声祝我们的唐玄冰 也再次谢谢王源鲜 这次是运气好 这次是十字名归 曹老师的冠军 这次是他唱的 唱的可以啊 但是我 外套的这个 我如果唱在哪里 唱还可以啊 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 由银路食品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 银路歌声传奇 本节目每周五晚9点15分 在山东卫视准时播出 这个节目带您重温经典老歌 共同回忆美好的过去 那么今天呢 已经出现了五位歌手 还剩下两位歌手 他们谁将先出场呢 我来抽出今天第六位歌手 我是挺期待看到你上场 我其实 我们看看今天除了王源鲜之外 另外一个这么用心 一直把稿子掐在手里的歌手 能不能把曹贤兵这个大叔给撼动 这位歌手我们都非常熟悉 歌声甜美 外形也非常的亮 不得不爱 你又说中了 我现在先跟他讲好 等选址唱完之后 选址唱完就上台 就先给灯光选谁之前 我会评定今天的冠军是谁 嗯 好 那选址他把你讲话的空间全部用完了 麻烦你一边走路一边给我们讲话 来 掌声快走 选址加油 好漂亮啊 今天第一步 好漂亮 来选址谈着现在的心情好吗 心情啊 好紧张啊 而且里面超热的 我要唱的这首《庭院生生》 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放的时候 就会跟着去唱 跟着哼 去感觉那个空灵的感觉 希望也有 现在事都很好 没关系啊 大家都那么熟了 反正也不是不知道他唱歌好 这件事情 OK了 就当去KTV就好了 掌声有请 人子 Zither Harp 多少的往事 你难追 多少的恩怨 你随梦 无限 两个世间 继续痴迷 其在你里伴 与俗相分 这天上人间 何能再去 听的路却 在你里伴 与俗相分 无路委屈 无路委屈 啊 无路委屈 在我 任志 times 何graph 都决po 复远 岳和服务嘛 多少的往事 一关堡 迅将其混交 你随风而生 两个世间 静去痴迷 记载的灵散 起诉相逢 这年少人间 可能再去 你那路缺 在你中心 不畏惧 不畏惧 啊 不如回去 不如悲剧 不如归去 其实我觉得学的那个腿真不错 她的服装很强 把她的身材凸显出来了 大家的印象里面很漂亮的一个姑娘 然后再以张口会有这样的声音 会更加给她的加分 你认为呢 有些 有些不要淘汰到你刚才那种 忘不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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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她比我好 她都比我好 都比我好就行 谢谢玄泽 请玄泽和陶玄斌上名曲 请定席 还是和刚才前面几次一样 喜欢选子刚刚唱的这首 黑玉清的歌的《请按蓝色剑》 继续喜欢陶玄斌刚才演绎的那首 在水一方的《请按红色剑》 500位名曲评定团的成员 请选择 好 投票投完了 我们可以听听飞玉清大哥 对两位歌手的演绎的感受 刚刚选子的歌声啊 好奇妙啊 你有 你的身带的一个黄片啊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是你的特色 谢谢小哥 音准 非常的准 直接打到那个地方 玄斌 刚才你连条两缘男生 小毛和小王 现在面对一个女生 好像看表情啊 看反应话 稍微有点忐忑了是吗 有一些 因为听了他唱的是吗 对 因为玄斌是 我们俩特别熟 对 我看玄斌一点一点 从路人变成新人 从新人变成一个知名的一个歌手 然后到今天他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去 按照他的感觉去唱了这首歌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还是要加油 我们大家都要加油 他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老资格 他一直在传递一种信息 就是 他是 我 我是你前辈 这个在规格当中是允许的 但是他这样说 如果他被PK掉 我不说会更尴尬呢 他不怕 好像他就不太在乎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场的500位名曲评定团 他们的选择到底是谁呢 请揭晓 超权兵 超权兵 超权兵是100分 选择是99.9分 我最期待的超权兵 和英国粉红 不知道我唱的准备 谢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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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祝贺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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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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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看这个哥们 他已经拿了冠军 他一刹那 他认为自己已经坚持到了最后 还有一位呢 还有唐宁呢 没有学念 接下来我们今天只剩下 今天第七位是最后一位歌手了 那就是美丽的川妹子女歌手 有请唐宁 我现在不想给你施加任何的压力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就是走之前的话 你做一个动作就行 我这次手可以做 手给我嘛 没关系 什么动作呢 给你5 多么的用心 我们允许 我想告诉你 你是学飞玉清学到家了 他经常有时候演唱的时候 在这几根指头上也写字 这是真的还是骗我 当然是 拿我人格担保 对 好吗 加油 加油 将其把房间秘密拽下来 飞玉清老师 他在这写字是吧 对 我拿什么担保的 人格 人格是吧 对 人格有时候也有缺陷 可是因为最后一个就是 那个压力没有很 我现在鱼无伦次人 我其实很紧张 小哥给我的印象就是 干净 一直年轻 这个时代对他就是觉得 哇他都不再老 然后皮肤一直这么好 身材一直这么好 眼睛里面都啪啪啪 有那种 有希望有光亮的那种 我选择 这一首歌我们做的稍微就是 前面的部分就是 可以体现我的声音的那部分 就是很空灵 很干净的部分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 我们又在 因为他有黄沙 类似这样的风沙 然后我们乐队也会 在做一个那种 有力量的东西 我妈看着他应该会生气吧 因为我妈都老了 他没有 唐宁 非语心老师你好 现在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唐宁 演唱片 作曲 李宗盛 拍照 不忘故乡 荒沙万里长花 何处传来疼 陪伸 深深敲心看 盼望踏上思念 飞踪千里山 天边归眼皮 相关在河 风下回不去看 历史的雪 风下回不去看 历史 海灯高风望向 荒沙万里长 何处传来疼 陪伸 深深敲心 盼望踏上思念 飞踪千里山 天天归的平衡上 相关在河 光下吹荒的岁月 吹不入我的思念 曾经多少个记忆 梦会心宽 光下 谢谢大家 谢谢唐宁 请唐宁和曹轩斌上名曲评定席 还是和前面几个环节一样 我趁着这个余音绕梁赶快投票 喜欢曹轩斌带出一方的请按红色键 喜欢唐宁孟佛林的请按蓝色键 500位名曲评定团的成员请选择 好 刚才听得如醉如痴 这是孟佛林这首歌 对 这个歌也不好唱 尤其那个风沙回不去 正想传口气跟着又 黄沙吹老了碎 紧在这个几个音上面 所以你的中气很足 单点很饱满 谢谢 我觉得你整个晚上看到年轻歌手 唱您的歌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是吧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音乐有传承 是吧 而且随着他们唱的都是我曾经的歌曲 只是歌路上的音域上的不一样 有的情绪是不一样 所以那么就看观众在选歌 他们的喜好 曾斌 昨晚我记得是你们两个一起外出宵夜的 那今天晚上还会一起吃宵夜吗 如果我能胜出的话 我就请唐宁再吃 如果我要是唐宁胜出 唐宁请我吃 就谁赢了谁请客是吗 对 那有人请客我算一个好吗 行 我们500个平领团成员想去的请举手 我都想去 好 来 那么500位平领团成员他们的选择到底是谁 谁是今晚最后有机会和飞玉清老师一起唱月亮代表我的新的那个幸运儿呢 请揭晓 小草 超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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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错了 加油加油加油 我要干掉超权兵 我要干掉超权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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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气也沉 我的爱也沉 月亮才飘过的心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侣 我的爱也沉 月亮也沉 我的心 静静的一段 已经打过我的心 你沉沉的一段情 你沉沉的一段情侣 你沉沉的一段情侣 我爱你沉沉的一段情侣 你沉沉的一段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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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沉沉慢慢熄 我沉沉沉的一段情侣 你沉沉沉沉 你看我落再看你